当然 我们讲的 两部分信仰伊斯兰教的人 第一部分人就是唐宋时代 渡海到中国的惠惠人 和根的成吉思汗 沿着陆路来的惠惠人 在中国这个土地上 两部分相遇 他们还是有区别的 在元朝一开始还是有区别的 比方说 元朝一个著名的 一个惠惠人叫普寿根 他原来就是 在宋朝 他们家族就已经 阿拉伯人 经过东南亚 沾城 进了越南南方 最后迁到了 广州 后来到了泉州定居 他们在南宋 世世代代 是从事 海外贸易 海外交通 在南宋做官 也担任 对外往来的 事成 那么他呢 由于进行 对外海外贸易 这个普寿根就掌握了 大量的船队 船队 实际上就是海军力量 那么在 忽必烈 命令 薄言 灭亡南宋的时候 攻下了 临安 南宋的皇帝 投降了 那么南宋皇帝的 这个小弟弟 小皇帝的弟弟 就逃到南方去了 逃到南方 那么几个 我们讲的 割据 南宋政权 所依赖的 就是南 南宋的南部 福建 广东 这个江西 这些地方的地方力量 那么福建的 这个南宋的力量中间 就包括了 这个灰灰人 普寿根 那么这个人呢 灰灰人 他归附宋朝 虽然在宋朝居住了 但是他并没有完全 把自己的利益和宋 绑成一体 他有他自己的利益 什么利益呢 就是海外贸易 他靠这个为生的 所以当他 发现了蒙古 强有力的政权 他在南宋的 国家的安危 和自己的私人 从事海外贸易 赚钱 这两个利益之间 他倾向后者 普寿根 就带领自己的船队 向 这个 元朝投降 造成了南宋 在福建 很快就失败 那么南宋 退到今天广东 中山县 那个崖山 靠近香港 很近 在香港还有一季了 逃到了船上 结果南宋 元朝继续派水军 这个水军 包括了范文虎 这些投降的人 包括了普寿根 这些人的 灰灰人的水师 那么 对 对 在崖山地区的 南宋 水师把它包围起来 所以 陆秀夫 这个忠臣 被的 这个 南宋最后 最后的小皇帝 跳海自尽 这个和 南宋的 回回人 倒向蒙古 是非常有关的 那么这些回回人 掌握了这个 海上航行的力量 这样呢 就是在宋元时代 在中国的境内 而不是像 汉唐时代 阿拉伯人是阿拉伯人 在中国的境内 有一部分 掌握了阿拉伯航海知识 在中国之内 阿拉伯的航海知识 不再是外国科学知识 而是一个 从外国引进的科学知识 当然最初是掌握在 少数人的手里 那么到了元代 我刚才提到 忽必烈 建立了元帝国以后 他要画一个 包括全国 在内的地图 那么 当时的元朝人 自己就讲 说我们皇元 皇帝所统帅的元 混义 生教 我们统一了 各种不同的 生就是语言 教就是宗教 风俗习惯 我们混义宗教 无远复界 没有任何遥远的地方 我们不能去 那么 去语之广 我们的领土之广 旷古未闻 从来没有听到过的 中国 是网乎 商贩于 苏丹 异域之中者 如东西周焰 我们从中国 弄一条船 到外国去做 去做生意 那就跟中国 从一个州到一个州 一个省到一个省 那是一样的 看 那么因此呢 元政府命令 在治元22年 下命令 要大吉万方 同而一支 要把世界各国的图 都找来 要一支 要把它做一个总的图 以表 为什么呢 以表 黄元 江里 无外之大 来表明 我们 皇帝所统帅的 大元帝国 他的江土 无外之大 大得简直不对了 那么这个工作 交给了谁呢 就交给 在元朝的秘书间 中间的一个 灰灰科学家 名字叫扎马拉丁 这个人是个 布哈拉人 今天不是别克斯坦的 布哈拉人 他的母语 是波斯语 我们怎么知道的呢 那么这个人呢 伊朗的 那个历史学家 伊利汉国的 拉斯多丁 提到过这个人 说他是布哈拉人 他呢 我曾经在前面 也提到过 他 在忽必烈 还没有做皇帝的时候 他就向忽必烈 敬献过科学仪器 那么这些科学仪器的名字 虽然是阿拉伯文的名字 但是他汉文记下来的音 都很奇怪 带着一个E 比方说地球仪 叫做 苦雷伊 阿尔子 苦雷是大地 也就是 the ball of the earth 这个E 就相当于off 这个E呢 就暴露了 这个 这个人的 语言的语法 相当于off 说明他把阿拉伯文读出来 是很波斯文读的 就像我们今天 看到一个日本人 地道站 中间 那个日本鬼子 名字叫三田队长 是不是 我们中国人 如果这个人 我们把它读作三田队长 你肯定是个中国人 你并不知道 日本人 山这个字怎么念 天怎么念 但是日本人 碰到三田队长 三田军 他会怎么叫呢 三田叫 亚马道 亚马是山 但是天 那么也就是 同样一个字 读音不同 能够暴露他的 母语 是什么 我们通过这一点呢 我们知道 这个加玛拉丁 是个灰灰人 而且他的母语 是波斯语 他的家乡 根据波斯的历史学家记载 他是 布哈拉友 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 那么他呢 受命 要编这个大地图了 他就要求政府 向全国各地 下令 要各级地方政府 把地图送来 地图中间要记载什么呢 野地 山林 道里 利侯 利侯就是少数 地图上资料都要全 他那进行的比较慢 因为这不是一项 我们今天讲的 不是一个事关国际 民生的工作 地方之关里忙得很 所以呢 始终不是很如意 所以他呢 一再要求原政府 由各个地方加速 把资料送来 否则 他就在 在在在这个 秘书间里领甘心 白吃甘饭 是吧 那么他呢 最后的目的 他要在 治元 大一统治 这部书今天 没有存在 治元就是 忽必烈的年号 要编一个大一统治 中间他要附一幅地图 这个地图要 包括元朝的 皇帝的治辖地 包括蒙古本土 包括辽和经 宋统治的土地 要包括吐蕃 要包括西夏 包括云南 这是元朝皇帝的治辖地 还要包括西北边番 也就是成吉思汉的 其他几个孩子 所建立的国家 这样一个地图 那么收集资料的 这些西北的边缘的地方 他有个专门的名词 他说这个地方叫 边缘国土 你们这些边缘国土的 主管当局 就是成吉思汉这些子孙 也要把地图送来 这是他的要求 有没有做到呢 肯定做到 为什么呢 我们在秘书监制中间 有一段文字 这个文字我们可以知道 沙玛拉家这个人 会讲汉话 但是讲的比较糟一点 汉话不是很流利 有点像外国人讲汉话 他当时怎么记得呢 扎马拉丁向元氏族货币列有一段报告 说这些以前汉儿田地 邪小有来 汉族人的国土 地图有那么一点点 邪小有来 地图有一些了 那里的那地里的文字策子四五十策有来 就是汉儿田地里用他们的文字 有汉字所写的文字的策子 书本 四五十策有来 有了四五十本了 如今 日头来处 日末处 日头末处 都是咋美的 现在 从日头太阳升起的地方 到日头末处 太阳下上 都是咋美的 都是我们元朝的 有的徒子 也者 那里有的地图 那远地 太美地 整身般 离会地 那么遥远的地方 那些地图 怎么办呢 灰灰图子 我根底有 伊斯兰地图 我的根前是有的 都总做一个图子 我要把它拼在一起 拼做一个大地图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拼写这个地图 拼地图很不容易的 中国人是天原地方 没有大地球型观念 回归人的地图 回归人接受了 希腊和罗马人 他有大地球 他有京都纬度的 那就他的东南西北 和我们这个 怎么对应起来呢 这是个很困难的工作 所以张马拉雷很了不起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 因为地图中间 要有说明文字 光地图不行啊 要编地图 那么张马拉雷 要求啊 要求派人 到福建行省区 到普首根 那个老家 那方去干什么呢 找 这个行船回回 会使船的那些 穆斯林 去找一样东西 找 海盗回回文 那拉麻 海盗 海盗 海陆的 回回文 穆斯林的文字的 那 那那麻 喇叭的喇去 那一个口子吧 那里的那 芝麻的麻 要找那拉麻 那拉麻是什么东西呢 是回回 用用回回字的 那么我们 南京大学的 陈德斯教授 有个很精彩的 一个考定 那拉 那拉麻 就是波斯文 罗 罗 陈德斯大学 陈德斯教授 这样一类书 他要找海盗 要写海陆的 他要找那个东西 那么所以呢 我们知道 我们现在就总结一句话 到了正和以前的时代 伊斯兰的地理 科学地理学说的导航术 对于中国人来说 不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东西 我们有自己的千百年来 发展传承的地文导航 天文导航术 斯洛巴导航术 我们还有了知己知彼 我们还有了阿拉伯人的 伊斯兰教导航术 东西方的传统 在中国都能够找得到 能够合为一体 这就是正和航海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那么 正和何学人员 正和本人就是回族人 正和的 他自己 在云南 为他的父母亲历过碑 他的爷爷 和他的父亲 都叫什么名字 都叫什么名字 叫哈指 哈哈叫的哈 这个一指两指的指 口子帮下面两点 哈指 今天我们叫做哈志 志气的志 是阿拉伯语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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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呢 哈 就是到过天方 超过圣的人 今天某某人 有的是人 递给你一张名片 我们今天如果 清真寺的一个阿公 或者伊斯兰教协会 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或者一个某某教授 他递给你名字 他都会讲自己 是哈志 也就是我们改革开放以后 允许我们中国的穆斯林 到天方去朝圣 那么朝圣回来以后 他去过圣地的人 有个专门的称呼 郑和的父亲 郑和的爷爷 都是朝国圣的人 那云南 他不可能 经过四川 经过中亚 把陈吉思汗 西征的路到过 走一步 那是不可能的 他的父亲和爷爷 从云南 郑和是云南 他是从云南 经过缅甸 到海外去的 也就是他的富足两代 都是了解海路 到天方的人 选择郑和 做这支舰队的主席 这个统帅 这不是偶然的 是因为他们家族 是有航海传统的 当然 他本人又是 明称族的宦官 是相信的人 他有这个条件 我相信的人很多 为什么不选择别人呢 就是因为他这个家族 懂得很快 另外他的随行人员中间 也有回归人 郑和 描写郑和航海的 比较著名的史料 著作中间 有一部叫 《银牙盛海》 谁写的呢 马欢 宁波的 马欢也是 回归人 也是回族 也就是郑和的船队中间 是包括了一批 了解 伊斯兰 航海传统的 这样的一些专家 那么另外 我们在西安 画爵寺 有一块明代 永乐年中间的碑 他们还专门提到 郑和 要下西洋的时候 专门要找翻译 那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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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 西安 还去找翻译去 也是找回归 找回归 那么除了 我们从 郑和的 声势 来推断 我们怎么证明 郑和的 这个航行 的确 使用了 这个阿拉伯的 航海术呢 我们有证据 证据就是 郑和航海图 郑和航海图啊 如果你把它 今天打开来 仔细看 它 从 龙江出发 从南京的 龙江关 出发 一直到 越南南方 它航行是按照 我们中国 普通的 地温岛 但是它进入 印度洋 特别是 到达了 今天 苏门达拉 到了今天 苏门达拉以后 它往 斯里兰卡走 然后往 波斯湾地区走 它用的叫做 过阳 千辛树 过就是路过的过 阳就是海洋 过阳千辛树 千 千那星星的星 什么叫过阳千辛树呢 就是在海上 看天上的星星的高度 那么这个星星的高度 怎么计算呢 有几指几指高 就是我船啊 到了什么地方 我晚上看到某一个星 这个星 我从甲板上看去 它的夹角 我用一个 用一个小尺子来量 它有多高 这个夹角 这个时候 我就大概知道 可以算出来 我穿在什么地方 我就应该调整一下度数 用这个办法 用过阳千辛树 过阳千辛树 中国前代的文献 是不见记载的 但是阿拉伯人 就是用这个方法来航海 阿拉伯的航海家 出去的时候 都带 那么这个小的梁天尺 这么一点点大 然后呢 在站在甲板上 远远的看这个星星 他就是看你这个星星 这个梁天尺有多高 那么因此呢 我们知道 从导航树的角度来看 海外地底学的 这个角度来看 在郑和时代以前 在宋元这个时代 和汉唐 有了一个 我们可以说 一天一地的区别 最根本的区别 就是汉唐时代 中国的导航手 基本上是 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发展 是中国人自我完善 自我发展的过程 但是到了宋元时代 特别是由于 我们前面讲到的 在沿海地区 有阿拉伯人 定居 像普什国这样 在中国生活了很多代 不断地在海外 来来往往 他们这个家族 包括我们 跟着陈济思汗过来的 各种各样的科学家 他们按照政府的命令 为元朝政府 把阿拉伯的各种各样的图籍 书籍都收集起来 而且专门要收集航海的书 那么因此呢 这样造成 在宋和元 成了一个传统的 中国航行导航学 和海外地理学 与这个阿拉伯世界的 地理学和导航学的 一个互相结合 那么这个时候 在到郑河开始航海的时候 在我们中国的 这个导航术中间 可以说是包含了 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 阿拉伯人会的 我们也会 所以我们中国自己 传统的我们也会 所以我们才能够想象 才能够理解 为什么郑河能够带 这样一个巨大的船队过去 这是以这个科学技术的发展 为依据的 那么这个时代呢 也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证明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们这个中华民族 我们的航海科学 是一个开放的科学 自古就在与国外的交流 西州海外西方的长处 发展我们自己独立的科学 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那么我所讲的就是 谢谢大家